新博士醫療擴展基金會 顧行政總裁鄭彥嶺教授 以及臺灣陳建大學總設長 鄭萬鴻教授會 我們主持第一部分別討會 因而第一部分別討會的主角嘉賓丹佛九 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合藥問治療學系 有影響傳染病科主任李禮信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合藥問治療學系 學校生科級內科講座教授會署槍教授 臺灣國立陽門大學內科學系彭芳菊教授 以及臺灣大學副成生醫院方膽外科主任 吳鴻鎮嶺教授 現在將以下的時間都要交給兩位主持人 有請鄭彥嶺教授以及鄭萬鴻教授 多謝各位 引導鐵航生醫療發展基金引導會 俗語又說 女人善言很難應付 其實感冒狠 菌更加善言更加難應付 我們很榮幸 第一節我們有中文大學內科及治療學系 感染科的主任兼教授 李禮信教授 跟我們講解 嚴重感冒病毒感染 李禮信教授 多謝主席的感受 多謝委主席 多謝吳鎮教授 今天請我今天有機會來到澳門 和大家交流一下 防止嚴重流感病的題目 這些是心得 這些是建議 在我的課程中 我會首先跟大家講一講 嚴重的流感病毒的感染 嚴重要升和影響 第二 我會跟大家提到 流感病毒感染病毒的診療 現在流感病毒的感染病毒 很快 也有新的方法 去診療 很值得大家去注意一下 第三 我會提到 治療 嚴重流感病毒感染病毒的新方案 新的方法 最後跟大家來一個簡單的總結 和前進 我想特別提到的就是 嚴重的流感並不是那麼罕見的 在季節性的流感裡面 其實已經一個造成相當嚴重的問題 根據世界新組織的一些估計 每一年大約5-10%的全地球的人 都已經會有一個季節性流感的感見 造成了三至五百萬的嚴重的個案 甚至去到五十萬個死亡的個案 這只是一個季節性流感 美國的數據比較好一點 我們知道每一年 只有二十多萬人是因為嚴重的流感 主要入院也有大約兩萬個死亡的個案 是季節性的流感 第二 我們講到這個大流氓性的流感 2009的疫情感染病毒感染 或者俗稱豬流感 其實它是在2009年出現之後 都造成了大量的嚴重的個案 住院的個案、死亡的個案 根據一些研究的顯示 在世界上某些地方 包括香港在內 其實20-40%的整體人口 都曾經接觸了這個病毒 在一年裏面 在美國的數據 也知道是由2009到2010年 都大約有兩萬個死亡的個人 我們也看回亞洲區 包括香港或者新加坡的數據 法國流感的嚴重程度 都相當高的 是西方國家也不太多的 可能更高一點 我們看回香港的數據 這裡是2010和2011年的數字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2010年和之前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有兩個高峰期 一個高峰期就是在春圍 第二個高峰期就是在夏圍 大約是春至十月左右 2011年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大的 豬流感的高峰期 第二件立刻注意的 就是我們其實看到 在社區裏面有很多不同的病毒 大致是三種的病毒 是在它裏面傳播的 紅色這個就是H3N2 而綠色這個就是豬流感H1N1 我們因為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流感汁 其實有三個部份 一個就是H1N1 一個就是H3N2 還有一個就是月弈流感 還有在香港 我們估計大約至少 都有三千多病症 是因為嚴重的流感感染 是每一年 這裏接著來的幾個患症 都是香港的一些資料 我相信香港的澳門很近 也有些參考的作用 都未來 在香港來說 是需要入院的 位置性流氓的個案 其實是相當多的 每十萬人大約有100至200個的病人 是因為嚴重的感染而入院 主要是一些呼吸道的疾病 例如肺炎 肢器管 炎等等 主要在我的長者身上 是出現的 但我們也不要不斷了 原來那個流感是可以 導致有其他病患症的 包括中風 包括心臟病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發覺嚴重的流感 是可以造成一個 很厲害的發炎的感染 一個發炎會誘發中風 和心臟病的出現 這一個發炎會誘發 這一個發炎會誘發 其實死亡個案 其實都相當高 而這些波紋是甚麼呢 下面的一條 就是在說流感病毒的傳播 是一個流感的高峰 大家可以發現 根據這些 Statistical and Malasimus 我們叫做 Kaison Model 原來 因為心肺的呼吸疾病 而死亡的個案 其實是跟流感 在社區傳播的個案 是非常混合的 就是說 我們有證據的意思 是流感病毒的感染造成的發炎 而有害的心臟病 下中風 以及急性呼吸道 日暖死亡的個案 都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這個研究 我們也看到很特別的 就是香港和英國 這些地方 是一起合作的 大家也看到這些波紋 下每一個人 都是跟死亡的個案 心臟病發 死亡的個案 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 我們可以看到 大約是有3-10%的 心臟病發的個案 是直接或是間接 是由這個流感病毒引起的 嚴重流感的風險因素是甚麼呢 我想大家都應該會有一些聽聞 其實年長一年多大是比較差一點 比如說大約65歲的人士 整體的死亡率是高於一般的10倍 而大約80歲是大約30倍的風險 而有些長期病患 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的病人 他的死亡的風險是高達30倍的 而在這裏也看到 這個大家可能不是這樣聽 原來孕婦 都是一個高危的足跌 原來在第一期到第三期的印象期 我們發覺第三期的印象期的孕婦 他因為嚴重流感 而入院或死亡的風險 是高很多的 亦都是每一人病患有不同的毒性 而H1N2來說 是比HN1 即是歸子性HN1和醫療藍藥 毒性是比較強的 大約有三倍的風險 這個圖畫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是一個簡形的 歸子性流感的一面 的一個動作 如果是長者 本身有長期病患 他是因為肺炎 或者是肢力管癌 或者是心臟病中風 甚至是神衰竭 近年的現象 也需要人緣 但其實他們的嚴重程度也很高 我們現在看看 原來是歸子性流 這群病人 5-17%的病人 是需要入住院的生肢力 而入3-8%的死亡 即是住院的死亡機率 如果是沒有接受到病毒 有份治療 這群病人 死亡的機率是高到10-12% 如果那個病人本身 是有一個免疫系統的問題 例如有癌症 或者是做了骨髓面疾 打完化療 他們的死亡率是高到40% 是非常可怕的 講完一些關於歸子性流感的資料 我們來看看一些新的病毒 就是豬流感泡 二零零扣 H1N1 那這個病毒是甚麼來的呢 這個病毒是一個混種的細菌 我們發現 原來它有8條基因 其中有一些 就是禽鳥的病毒的基因過來的 有一些就是豬隻的病毒的基因過來的 再加上人類 三溝 三溝之後就變成了一個新型的病毒 就是豬流感 這個就看到它在1918年到1929年 這些病毒的發展史 我認為比較複雜一點 但我簡單來說 就是發現這個病毒 其實和1957年之前的病毒 是有些類似的 所以如果長者是5多歲 或者是6多歲的人士 他可能之前已接觸過類似的病毒 那它有一部分呢 是我們稱為Cross-reaction Cross-protection的抗體 比較差不多的抗體 所以這一班的病人 反而他受感染的機率是小一點 而年輕的人反而受感染的機率是大一點 這個圖案就很清楚了 藍色的就是季節性流感的國外 紅色的就是豬流感的國外 是一些嚴重的 需要入院的病人 大家可以看到在一個年齡層裏面 小到65歲的人士 基本上都是容易有豬流感的感染 但是65歲以上的就是容易有嚴重的季節性流感的感染 所以有甚麼特別之處呢 豬流感就是打了精壯的一籌人士 這一個就是我們其中遇到一個豬流感的個案 23歲 那他身材立為肥胖 我又不覺得他很肥 其實身材立為肥胖 那他就來到醫院的時候 已經有第六天的病症了 發燒有呼吸度的問題 氣喘 還有一些嚴重的個案 你會看到 因為他有一個壞死性的肺炎物 他有吸血的現象 那來到的時候 那張X科目又是同樣的 那已經很辛苦 那過了兩三天之後 他簡直是發展了一個叫 呼吸度碎片和ARDS 所以要拆後 在生殖治療部裏 是靠呼吸器去衛生的 而且幸好 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 因為我們比較長 這是一個抗力量的治療之後 他是生存 而只剩下毒癢 現在相當健康 那這個新型的病毒 其實病徵是怎樣的呢 其實最大部份的病人 都是一些喪呼吸度的感染 咳嗽、發燒、喉嚨痛等等 但大約幾個百分之人 都是會有嚴重的感染的情況 但以為整個社會力量 幾個百分之人都相當多了 如果這個病人需要入院的 我們看到這個年齡層 比較年輕一點 在生殖的社會技術 入院的這群病人 如果需要靠呼吸機位 進入生殖治療部的治療 是9至34% 而如果進入生殖治療部 這群病人的死亡率 可能是14至45% 整體的死亡率是5至15% 我們做了一些研究 發覺住院的病人 跟季節性流感的住院的病人 分別一下 我們發覺 他們是年輕很多 沒有那麼多長期的病患 但他們需要入生殖治療部 或者死亡的機率 是高於脾氣性流感 大約是兩倍的 整體來說 是14% 比起8% 這個研究可能會有 我都要拍完 不清楚 但我想指出的 有一些研究 做了大約7萬個病症 那個發現 有很多我們知道的一些有因 都會導致一些嚴重的疾患感染 例如長期病患 一些身體本身有心肺瘤病的病人 他們本身都是高密一點 但有兩個比較新的因素 可能大家未必這麼清楚 疲患 患化病患 是一個高密的因素 為甚麼呢 在鬼佬 我們就說 BMI是達到40%的疲患 但以中文來說 其實現在去30% 已經是外存疲患 這類病患 原來身體系統 是比較弱一點 還有發言的指數是比較高一點 而導致一些嚴重的感染 孕婦在中文來說 亦是非常之嚴重的 那個比例是不成為比例的 是去到大約有10%的 血液病人在死亡的個案 都是孕婦 所以這個因素 在中文來說是非常嚴重的 最後我想要指出的就是 有25%至50%的嚴重的 猪瘤感的病毒 其實是沒有甚麼長期的病患 都是之前身體的健健康看的 如果大家想一想 歸子性流感 就是一些年長的長期病患 猪瘤感就可能沒有長期病患 比較年輕一點 如果大家綜合來看的話 當這兩種病患 在社區裏面一起去處互播的時候 其實整個社會都會受到影響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其實最近在美國和世衛 很多地方 都有一個新的防疫針建議 這個防疫針 我們要去指出 其實我們說的流氧針 現在的H3N1組成的部分 就是豬流感病毒的組成部分 另外就是加上H3N2 以及血液流感病毒的部分 這一類的病人 新的兒子 五歲留下 長者 孕婦和一些本身 有長期病患的病患 一般來說 或者建議他接受 這種防疫針的注射 那現在新的建議 其實是甚麼呢 就是 這個就是這一邊 衛生和護中心 香港衛生和護中心的建議 這一邊就是美國CDC的建議 如果在香港來說 我會想和護中心的建議 就將那個建議接受針 這個叫做注射的年齡 年齡是小的老闆盡 是50歲以上的 來建議它注射 本身的長期病患 包括肥胖 DMI大了30 亦都是建議它注射 因婦亦是建議接受這個注射 那美國的建議是甚麼呢 就更進一步 美國基本上的CDC 是建議大家 只要是大過六個月大的 引遍任何人 從小孩到一百歲 二百歲都應該接受 疫苗的注射 我們叫做一個 Universal Influencer Vaccination的Policy 那在這裡我想加一個轉腳 那可能都是 香港比較慢一點 澳門的醫療又走快了一步 我知道最近其實 澳門的衛生公公 都是建議全民 接受這個 流感疫苗的注射 我們公共事務 那最後呢 要一提的就是 醫護人員 都很值得去接受 這個疫苗的注射 那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研究顯示 如果那個醫護人員 是接受了疫苗的注射 他自己本身 是減低了感應的風險 所以照顧的病人 亦都會有減低的風險 因為他不會傳到病人 如果傳給你病人的時間 這個病人的身體 他有很多病物症 有很多研究的事情 是可以減低到 你所照顧病人的死亡率的 這幾個圖片 就可以為大家綜合了 哪一類人士 現在我們覺得 是需要接受 這個流感病毒的注射 照顧病毒 被判的人士 或者精臟 很健康的人士 以及醫護人員 都應該接受 流感疫苗的注射 好 接下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應該如何診斷 這個流感的感染 我們發現 原來臨床的診斷 是非常不可靠的 如果靠病徵 發燒、喉嚨痛、咳嗽 其實他的過敦感度 sensitivity 是21-43% specificity 就是準成度 大約是80% 我們的positivity value 是20-50% 就是一點都不準確 所以我們覺得 嚴重的感染 你的衰是有一個很留意 有一個高的index 經常懷疑你的病人 如果是入院 因為一些急性的複雜度疾病 例如肺炎 例如心臟衰竭 例如呼吸衰竭的時候 尤其是在流氓 或者是高峰期 都應該想想 會不會是因為流感疫苗 感染的人員 應該是需要接受診斷 但現在這個診斷比較複雜 我們需要知道 應該拿什麼樣本 以及用什麼測試 去進行診斷 這個圖畫 給大家聽 其實有一個新的方法 我們這邊會用抽肥水的方法 抽肥胃的分泌物 去測試 但如果這個比較難做 我們這邊會用一些新的儀器 新的儀器 可以在鼻孔向後 去採養本 特別之處 就是一些新的 我們叫Flock Swap 它頭上是有一些拆的 就將鼻膜上面的細胞 就拆出來 這樣就會更容易接受到檢測 另外也都是一些 我們在商業表現的 賣得的 在蘭古屋的地方 賣得的一些檢測 其實也是一樣的 是拿一個分泌 如果我們加了藥水 就會看到10分鐘後 已經有結果了 但這個就有個問題 我們發覺 原來這一類的測試 如果純粹是測過礦源 那個敏感度是非常之低 如果它有陰性的話 其實就不能排除 這個流感病毒的影響 這個表 昨天又揮飾了RAT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一些快速礦源的測試 它的敏感度是太低 一般來說 在那個規制性能夠 我覺得那個敏感度 是小過50% 豬瘤感度20%落下 所以我覺得非常之不準確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第二就是 如果大家將那個樣本 是生在做Culture 即是做一個培養 這樣又如何 這個也挺準確的 但問題就是 那個時間需要太久了 需要幾一段時間 最快一些新一代的培養 都要兩至三天才能夠 培養得到那個病毒 所以就幫不了大家 去做個診斷和下藥 所以現在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覺得 那個高的標準 就是那個診斷的很重要的測試 主要是從PCR 還測到病菌的效應 這個準成度應該是最高的 最後一題的診斷方面 應該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發覺如果有些病 有嚴重的下呼吸度的感染 有肺炎的話 除了鼻黏液之外 應該要測入下呼吸度 即是那個碳液 還有如果是接受了 那個呼吸器的治療的時候 在下面再抽出分泌物 那為什麼呢 這個藍色的圖畫 就是告訴大家 那個病毒在上呼吸度 是很容易的 可能跌得很低 但是如果看回下呼吸度 病毒的數量 依然還是很高的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 除了上呼吸度的藥館 下呼吸度的藥館 都需要採測 或者做測試 最後一部分 我們會說到一些治療的方案 大家也知道 其實可以用來治療 病毒的問題太多 例如疾病福 或者駱錦青 都可以用來治療 以前的研究就顯示 在一些年輕的病人 其實那個效率 都是一般 因為可能只不過減了病情 一至兩日的時間 好像不是或者太有病 但是這些研究 就是比較年輕的人做 嚴重的流感 其實這些研究非常少 我們和其他的專家 都是做過類似的研究 我們發現在嚴重性流感 這些病人身上做的研究顯示 這些抗弊毒藥物 可以加速病毒下降 不是分泌的時間 亦都可以減少住院的時間 甚至可以減低他的死亡率 尤其是在本身有一個 最未病患 或者是系統有問題的病人 他的效果是更加更顯的 除了48小時 我發覺在9至6小時之內 下藥其實還有他的療效 這圖畫給大家看得到 下藥之後 病毒的數量是非常快的 這是第一天最快的 如果是第二、第三天才下藥 如果是第三、第四天下藥 其實病毒的數量都可以減低到 這就是我們自己做的研究 發現如果病人有接受到抗病毒藥物 在96小時內接受的治療 他們的生存機率是大過沒有接受抗病毒藥物 很多 我們說的是減低八成的死亡風險 除了死亡之外 他們也縮短了住院的時間 以及縮短了他們需要紋氧氣的治療的時間 豬瘤菌的情況又如何呢 其實都是很相約的 它可以減低病毒的分泌 亦都可以減低住院時間 以及增加它的生存率 我們發覺也是一樣 因為病毒活躍的程度相當高 是高於48小時 所以我們發覺72至90小時內 下藥的藥效仍然存在 亦都是有很多年齡人士 就孕婦和免疫系統有問題的病人 他們都可以特應 那這幾個 slide 展示 那個病毒 如果在92小時內 下藥的病毒數量 是比遲些下藥是大很多 這個就讓大家看到 出院的時間 比沒有藥物的人士大很多 這裏我們自己研究 在法國96小時之內 給藥的時候 那些豬瘤菌的生存機率 是比沒有給藥病的人士高很多 這是美國的研究 顯示給藥的時候 生存機率高很多 最後這一個研究 我想特別提示一下 是在內地做的 是研究了大約一百個病人 發現他的數量很高很多 發現到他如果給藥物治療的話 是第一至第四天給藥物治療的 是沒有給藥物治療的 生存機率是高幾倍的 最後我們想說一說 其實那個給藥時間 其實我們發覺就不止五天了 在延續流行的病人 應該是比長一些 因為他們病毒的分泌 是比較長一些的 我們現在說 根據世衛和我們自己做的不足事 如果你給了五天的病毒治療 是相當不足夠的 是會有機會翻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畫 一些比較輕度感染的病人 一些輕度感染的病人 其實因為藍色的藍色 這些陰影就是病毒治療的時間 如果是大約五、六天後停止 有機會那個病毒會翻白 而且如果看完下呼吸道的病毒的數量 有很多人去到五、六天後 都還是相當高 所以都是相當不足夠的 所以現在最新我們發覺的建議 就是因治療嚴重流感 這個病毒的個案 那個比較的時間 應該是延長到十一或更長 最後我們再看一看 就是我們發現這些細菌 開始有抗弱性 在季節性流感 其中一隻HN1 100%的個案 都是對法運動有抗弱性 豬流感就幸運 暫時都有一很廣泛的抗弱性 而有出現 這個圖畫都給大家看到 這個圖畫都給大家看到 這個是同樣讀 如果基因變異了之後 它就不可以再濕透到受體 然後有一個治療的功效 也需要靠其他的藥物 算是不進行治療的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 這些有抗弱性的細菌 是可以導致嚴重感染 亦都是很容易對觸禍 那有哪些病人 是特別容易有抗弱性的細菌呢 是異同 細菌就是因為病毒素量很高 或者它本身的療系統比較降低 病毒素量很高的時候 就容易一些有抗弱性的細菌出現 第二就是接觸後預防的病人 如果大家有使用過這些抗弱的藥物 如果在預防的時候 給藥物的份量是減滿的 我們發覺如果低份量的藥物 它可以造成抗弱性的機會大一點 所以現時世衛亦是勉勉建議 是用一般的治療的劑量 去做一個接觸後預防的措施 這個病毒除了對特律局有抗弱性之外 也對其他新的藥物是有抗弱性 唯一暫時來說 是這個藥物叫紫拉米韋 還有一個治療的功效 所以那個抗弱性必須要小心 因為可以醫療到的藥物是非常之少 最後我們想略帶一提的 就是我們做了一些少許的研究 就發現一些嚴重流感病毒的感染 是不要用雷虎唇 因為用雷虎唇我們現在發現 做了這麼多新的研究的結果 那件事用了雷虎唇去醫治嚴重流感病毒的感染 尤其是肺炎這些病 它是降低不到那個發炎的程度 也都會令到那個抵抗力進一步下降 那個病毒的數量是會越來越高 和分泌的時間是會越來越長 亦都因為降低了很多狀況 是說有其他感染 譬如一些Bacterium 或者甚至一些Fungus 真菌的感染的機會會高一點 是會導致加速那個病人的死亡 所以我們也不建議這些嚴重流感病 是屬於無數的治療 最後另一個總結 就是季節流感和豬流感 都會導致一些嚴重的感染 兩樣都不可以忽略 亦都在長者和一些身體有問題 會有嚴重的感染 但我們發覺就算年輕一些 或者身體健康一些的人 也會有嚴重的感染 所以我們也都希望將來 那個疫苗的遮蓋 會更加廣泛 現在亦都有一些新的疫苗是出現的 有些是噴鼻的 是一些生的病毒 有些是皮下注射 有些是在細胞的基因裏製造出來的 一些新的疫苗 亦都是一個挺新的方向 診斷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需要用到一些下呼吸道的 規避密和PCR 才可以檢測得到這些嚴重的感染 最後就是抗美育藥物 我發覺是可以減低病的死亡率 令它們快點痊癒 長短時間治療需要的 可能是長短5天 亦都是一些新的藥物 我們列出了這幾個 現在是在研究的階段 我們自己的部份 我們自己完全做到自己的研究 希望大家不斷去交流 和大家分口到這方面的數據 最後我想告訴大家 這是我們新的醫院 我們是新的新的醫院的新座 我經常在這個等候的工作 就是我們的隔壁病房 我們的隔壁病房是 另一天 我們有一個雙門 還有裡面有病床 有一些儀器是依照監察的 那我就歡迎大家 如果來到香港 可以探望我們 多謝大家 很多謝李教授 現在給提問環節 那我時間關係訪問 不得一個問題 既然結束治療是結合的 那是否不用等到有測試結果 就應該容量呢 還是要等到有測試結果呢 這個問題是相當重要的 其實我們會覺得 在下一個地方 那個機構 是否可以有一個快的結果 如果檢測結果是快的 可能是數小時 或者職員裡面已經有的 其實都還可以接受 因為如果有了測試的結果 在治療、用藥 以及決定它多長 用藥的時候 都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如果醫院或者診所 是沒有這類的快速測試的話 其實如果那個病毒嚴重 有了測試 開了一千 然後再兩兩年 都是一個國學病毒 再有一點跟進 你說過九十五小時的病毒 如果我第一次看這個病毒 就算它不嚴重 但已經是有了十針 即是九十小時 它不應該容量呢 如果它已經康復了 例如一些輕動的國際性感染症 如果它已經是被疾病消退 已經過了那個 四十八小時的空檔的話 其實你一定會要醫它 但我們很多時候看到 它來到醫院的時候 有發現的時候 大部分 多過六十八小時 其實已經過了四十八小時 但還有肺炎 還有發燒 那這個病毒是值得的意思 好 很感謝你教授 多發一點問題 等我問 不好意思 教授 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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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問題 想問問 給教授 一個就是 要跟孕婦 你是一個高危的人 你剛才是很主張的 利用那個營養 他對拖移的保護 和潛綠的風險 這方面 想問第一 第二個 就要跟剛才你說的 一個肺腑的嚴重感染 即是很未救回的人 你覺得治療性最大的心得 在哪裏 多謝你的提問 第一個問題 就是講人父 其實在我們手段上有的數據 包括在被告CDC和世衛的數據 其實現在已經帶了很多疾 已經數億的疾 大家在全球來說 都沒有發現 在人父接受疫苗注射之後 有被沒有接受疫苗注射的人父 因為在疫苗注射的疾病 或者胎兒死亡的機率是高中的 所以我們沒有證據 那件事說 我們打了針 去猜接受疫苗 就去胎兒 教授我們 我們都未見到這方面 有什麼好處 但是那個好處 我們就見得到 我們見得到 就減低了 孕婦的感染和死亡率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在嚴重感染的個案裏 我們覺得那個採樣 採樣本的程序相當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有偽忍性 即是假音性 所以我們除了上呼吸度的標本 所以說 尤其是如果是減低的 最好都是看下呼吸度的標本 去做法 第二 那個病毒的治療方面 特律服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它的劑量上 暫時發現 它都可以克服到那個病毒的感染 也都是一些新的抗體的病毒治療 例如Brown類的柏拉維維 或者Sanam類的柏拉維維 這類型的病毒 已經有新的注射劑 是可以考慮使用的 這次似乎 初步來說的效果都相當不錯 第三 就是我們建議了 不要用這個病毒 好 多謝李教授 任於時間關係 我們再多謝李教授 謝謝李教授